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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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魔形大學們大家好我是皮特演 最喜歡魔形大學我們終於 等到了我們的MGSD 我這邊來給大家做一個快速的 開盒開箱的一個報告 那這一次這個MGSD 可以說是ASD鋼彈的一個 最新的里程碑啦 哇這真的是 從來沒有這麼帥的ASD了吧 有的話也是 我們玩家自己做出來的 那這是首次 萬代官方齁 直接給他一個商品化 哇這個你看這個 這個盒子的盒繪竟然是 金邊的 一個金邊的設計耶 雖然是搭載這個MG的感覺 而且他是自由鋼彈 他不是攻擊自由 他自由鋼彈耶 也是給你一個這種金色字啊 金色邊的這種 和繪感 哇賽 頭部 三個關節是不是 太扯了 手可以拉出來向上彎折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還有這種可動的 連動結構 還有翅膀可以 拉開再拉開 還有各種的關節 各種複雜的關節 反正就是很可動啦 那這個MGSD 我是覺得就是給我們這種 骨灰級玩家 還有一些喜歡 SEED系列的新玩家 入手推坑這個 絕對是必要的 好我們就來開盒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們這邊就快速的開盒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期待 依舊了 MGSD是什麼樣子 我首先看到的是這個 密密麻麻的 這個叫做絲絲貼 絲貼 OK 這個希望之後有出 官方水貼啦 這樣比較好處理 然後這個是傳說中的這個 金屬 成型色 就是更金屬的成型色 我們在那個MGEX的 攻擊自由上面 他也有說 就是讓你有更金屬感的零件 有啦 我們這樣看有沒有 有沒有亮 然後這個是多色成型的APOD 多色成型APOD 好久不見啦 我們看看 這個特徵的天線也是蠻尖的 雖然它是SD 天線特大 但是看起來蠻尖 然後眼睛 眼睛這兩片 是這樣分色 我以為是像以前那種 一樣是一個 從後面出的 它這個是從前面蓋的 玻璃罩的感覺 這兩顆眼睛 天哪 這很細緻的感覺喔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是 這個是分件 眼睛的分件 一個黑眼罩 其實這一盒就不用看什麼 框架板件的新舊 因為它是全新的 不過仔細看這個 翅膀的內面 像這些顆線都 都特別的 粗耶 不是粗糙的粗 就是它的那個線條 有的地方比較粗的 這種就是可以用鋼彈麥克比 直接畫過去 像這種細節 凹槽什麼的 看起來 也還可以耶 就是很方便你 顆線加深 像這個 顆線加深一下 很方便 喔 細節不錯喔 喔 然後連這個 藍色邊 藍色邊都有分色出來 這個是槍的藍色邊 喔 光劍當然是 是 光劍當然是舊的 是20... 2013的這個 SB13的光劍 這個應該就是RG當時出的時候的光劍 喔 喔 糟糕耶 這個是比較灰的嗎 還是我這邊光線的關係 看起來比較灰 然後這是骨架的灰 喔 喔 然後 各種的關節 所以這種模型 有內構的 我們推薦你 就是 照的說明書組 是最 舒服啦 不要全部剪下來 剪下來這種骨架 任零件就浪費很多時間 然後紅色的分色 其實真的是有那種MG的感覺 像這個零件 大家如果有組過那個 MG版的自由 剛剛就很眼熟 對不對 但是不一樣 很眼熟喔 都有細節 所以細節是MG等級的 然後這個藍色的零件 有什麼特殊反光 我現在這個光線沒有 說超亮的狀況下看起來 其實是有 真的有比較亮一點 像這邊就有種 有一點點發光的感覺 對不對 喔 這個是灰 這其實不是白 這是灰 好 我們來看 喔 喔 這次好像有很多這種小齒輪機構 讓它可以展開的時候可以 直接拉開 還不錯還不錯 那 這一隻我覺得是一定要做的啦 這不做怎麼對得起 我們MG系列跟 我們的鋼彈模型魂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做的好不好 好 來看一下說明書的部分 哇 說明書 你有看過SD 有釘這種釘子的嗎 我是比較少見 應該也是有啦 但是 MGSD果然是 MG規格 它可以算是SD也可以算是NG的一個全新系列 哇 全新系列 沒有人幫我接下一句 這就是叫你要塗一下顏色 喔 天啊 這個感覺好帥 好帥好帥 真的好帥 零件表 嗯 喔 喔 有undergate 應該有 好我的組裝 應該是完全分件了 然後這個有齒輪的結構 教你要怎麼對齊 手的可動範圍 喔 這個是那種鎖扣結構 就是你組的時候 你要先這樣 這樣有一個 這個定位點嘛 鎖孔 這樣先插上去 然後再把它翻下來 這樣你的手就幾乎不會掉了 所以這種 如果你給那種不會 沒有組過的人玩 他就會把你的手給掰斷 哇 裡面的彩葉 天啊 天啊 這個 太好看了吧 哇賽 哇賽哇賽 太讚了吧 這個 哇 哇賽 不過他的這個 肩砲的設計 照理說 雖然他的開槍是這樣開 但應該是可以跟 MG版 一樣吧 MG2.0版 就像這樣 他是可以同時展開翼跟 把這個砲向前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MG規格 以前的那種早期的1比100 的版本 我記得是只能這樣開砲 但是 後來的 MG2.0的版本 就可以這樣子開砲 確實還是不太一樣 當年MG的1.0版 好像只能這樣開砲 2.0 還是這樣 哇 這真的是 時代的進步 設計的越好 然後怕你不夠霸氣 展開翅膀不夠帥 那個翅膀還可以往外拉 真的是很厲害的設計 太厲害了 然後 可以高櫃子啦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鋼彈就是要跪一下 但是 就是一個 現在大家流行的一個POSE 真的是不錯 耶 你們很期待 自己組起來呢 還是你們期待 阿燕組起來呢 還是你們根本不期待阿燕組起來 不行 你們給我期待 你們給我期待一下 哇 全分件耶 這做起來一定很爽 不用做什麼 太多額外的 處理的感覺 我目前這樣看 好像 真的不需要 補縫什麼的 應該不太需要做什麼多餘的處理吧 直做就很棒 哇 這該不會就是今天這一集的結論吧 直做就很棒 哇 好 我們還是要堆疊回來 我們還是照慣例堆回來 那這一盒的話 我想 這算是一個快速開箱 因為這個我想 還會有很多的後續 就如我們的 那個攻擊 攻擊自由感帶 MGEX一樣 我們還會有很多的後續 的內容 那 也請大家 務必訂閱這個頻道 盡情鎖定阿燕的最新動態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 模型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的模型影片 都點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喜歡 鋼彈模型的好朋友們 那如果喜歡遊戲的 也別忘了 關注阿燕的遊戲頻道 那我們就下一回的 魔型影片見啦 搞不好是 實況見 哇這真的是 帥到一個 無法自拔的一個感覺 太讚了吧 好嗎 好嗎 來吧 看你們 阿燕